大家好,我是老条 老油条在影期看 没看过的佳作、神作、好玩的电影 看电影就找老条 今天来讲解一部人性电影 贝尔科实验 这部电影类似于日本的大逃杀 剧情来说是比较新奇的 废话少说,我们开始正片 在一个远离城市的郊外 一座大楼显得相当孤立 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大楼的外围有着严密针枪实弹的保安 四周被厚厚的混凝土墙包围 知道的是一座办公大楼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座军事堡垒 这座大楼是一家名为贝尔科的公司的分公司 公司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严格的排查 每一位非当地职员都要在脑部安装定位器 时刻被公司监视 如往常一样 小芳来到自己的办公桌 忍受着对面的光头的骚扰 小芳的男友大猫找到小芳亲密一番 被公司的主管二狗撞个正着 二狗也只能尴尬的离开 大家都一如往常的工作 鸽子做着手上的事情 公司的广播突然开启广播 告诉所有志愿 现在他们要进行一场游戏 这场游戏要求他们自相残杀 现在大楼一共有80名志愿 8个小时之后 大部分人都会死去 游戏的第一个任务 要求在半个小时内杀死两个玩家 如果不执行 会有严重的后果 杀人的方法不限 一段神秘的广播 大楼的人认为这只不过是恶作剧 各自做着手上的事情 并不在意广播的警告 这也是游戏的正式开始 整栋大楼被金属包围 犹如一座堡垒 大楼内部的修理工 尝试用七哥切开铁门 但是都是无济于事 铁门的材料耐热 切不开 这么强的堡垒 为什么不出现在丧尸电影中 这么结实的堡垒 还怕什么丧尸 一切都是渣渣 所有人都聚集到一楼 依然不相信广播的警告 半个小时之后 广播再次想起 由于没有完成第一个游戏任务 需要给玩家一些警告 瞬间人群中的两个人被爆头 剩下所有人四处逃命 主管二狗却很淡定 二狗发现死者是从内部被爆头 也就是说 他们脑子里面的定位器 其实就是个炸弹 他们一开始就被公司给欺骗 这一切都是公司下的套 大毛不愿意被人控制 试图自己拿出来炸弹 很可惜被监控拍到 公司内部有很多的隐藏摄像头 大毛的计划落空 广播也公布了第二个任务 在两个小时之内消灭30个人 如果做不到 后台会随机消灭60个人 此时人群内部已经开始产生分歧 以二狗为主的极端派 认为应该执行广播的内容 另一派以大毛为派的自救派 紧张的小黄想通过火警来引起注意 火警没来 却给所有人带来了恐慌 龙套修理工首先被双杀 杀人游戏正式进入状态 二狗洗脑了光头和二杀 带着两人打算洗劫武器库 被保安老黑阻止 大毛尝试用求救信号向路过的车辆求救 愿望很美好 但现实很骨感 这时在郊外 路过的车辆相当少 看守也不是吃干饭的 直接开箱警告 大毛的计划再次落宫 二狗找到老黑抢走了钥匙 顺便还干掉了老黑 二狗将所有人集合到一楼 二狗想要生存下来 就必须杀掉别人完成任务 在这种生死状况下 人性的邪恶一面表达的淋漓尽致 平常都是笑面虎 真正遇到事情都在求自保 或许这就是生存的本能 适者生存 胜者未亡 二狗在人群中选了30个倒霉蛋 这些人也是 明明知道自己就要被杀 也不愿意奋力一波 有可能有活的希望呢 甘愿做别人的枪下轨 紧接着一个一个被爆头 躲藏的黑妹听到枪声之后 极致的关闭了电闸 大毛趁机逃跑 在混乱中 二狗和光头开始血腥屠杀 龙套一个接一个被杀 二杀也被小放给反杀 即使这样的疯狂屠杀 也没有在两个小时之内杀够30个人 伴随着广播的结束 剩余玩家随即一个一个被爆头 最后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幸存者 广播也发布了最后一个任务 击杀数量最多者即可存活 击杀数量如下 二狗11次击杀 光头7次击杀 所有人在死亡威胁下 开始了疯狂残杀 小方遇到了小黄 小黄从死者脑子里取出了炸弹 打算利用炸弹炸开铁门 还没来得及实施 就被光头给发现 在困战中 小黄和光头JJ 其余玩家也在呼杀中JJ 最后只剩下了二狗和大毛 大毛的愤怒点燃了所有技能点 干掉了二狗 成为了幸存者 铁门被打开 大毛被保安带到了一个秘密房间 这里是监视他们的基地 黑衣男告诉大毛 他们是一个国际性组织 负责研究人性的问题 通过实验发现人性的本性 用以更好的构建和谐社会 我怎么听着感觉像撕裂的末日一样 消灭人类情感 构建和平的社会 听着就很扯淡 黑衣男在此刻只想着采访大毛 丝毫不在意大毛刚才的经历 大毛也不跟他们废话 大毛在刚才把小黄的炸药 丢到了保安和黑衣人身上 冲到控制台 引爆了炸弹 所有人JJ 这里就有点坑了 炸弹都已经引爆过了 怎么还可以二次引爆 这炸弹名字这么多 大毛引爆的这么准确 这个设定强行让大毛装逼 我也是无话可说 电影的最后 大毛拿着枪走出了房间 画面跳转 出现了很多的画面 这暗示着在世界各地都进行着实验 电影结束 这部电影有点像日本的大逃杀 也是让玩家自相残杀的游戏 这种片子剧情稍弱 看的就是图一过影 还是值得看一看的 老油条最近找不到好电影 你们有什么剧情新颖的电影 可以推荐给我 请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想要获取本片资源 微信公众号搜索老油条说电影 我是老油条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